文章来源 Mua 美国之音 中国的嫦娥六号月球探测器 于星期二6月25日 在中国的内蒙古的预定区域着陆 使中国成为第一个 从月球背面带回样本的国家 根据中国央视报道 嫦娥六号返回舱 于北京时间下午2点07分着陆 携带的是本月早些时候 探测器在成功登陆月球南极 艾特肯盆地后收集的月壤 这个撞击坑 位于月球背面 始终朝向远离地球的方向 在返回舱着陆后不久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简宣布 嫦娥六号任务远满完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任务的完成 使中国在建设航天强国 科技强国取得的右翼标志性成果 嫦娥六号探测器 于5月3日 由一枚长征5号火箭 从海南岛的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根据央视报道 这些样本将空运到北京进行分析 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样本将揭示有关地球 月球和太阳系形成的新细节 嫦娥五号任务带回的月球样本 来自月球正面 这些样本导致了新矿物的发现 以及月球地质年龄范围的更准确测定 嫦娥六号任务的成功 可能会让中国的月球和太空探索计划 在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中 在外国政府和科学家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从月球背面带回样本之际 对月球资源的探索和太空军事化问题 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变得越来越紧迫 今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局长比尔 纳尔逊对中国的月球探索计划表示担忧 并描述了两大超级大国之间 日益激烈的太空竞赛 我很高兴看到这场太空竞赛的复苏 但我当然希望我们能并肩作战 共同前进 欧洲航天局 ESA的一名技术官员尼尔 梅尔维尔肯尼说道 他正与中国研究人员 合作进行嫦娥六号的一项有效载荷任务 尽管欧盟和中国在从贸易到乌克兰战争的广泛地缘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 欧洲航天机构和科学家仍在与中国同航密切合作 研究中国月球任务收集的数据和样本 我们知道月球背面确实是一个不同的地方 它由与月球近测不同的材料构成 拥有不同的历史 将这些样本带回来具有根本的科学重要性 梅尔维尔肯尼说道 这位工程师补充说 欧洲航天局将于10月与中国国家航天局会面 讨论进一步合作 我们目前与中国的合作是一个小步伐 这个合作开始于很久以前 当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展望未来 我希望会有更多的合作 他补充道